大家好我是崇維銘醫師 我是吳岳林醫師 在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說腎功能不好了 會出現什麼症狀呢 就是說大家常常說 肝是沉默的器官 但我覺得腎臟也是一個沉默的器官 這句話講得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般腎臟功能 我們假設正常是百分之百的話 那一般病人要到洗腎的時候 大部分的病人腎功能大概都剩下5% 哦 這麼少了 所以我們腎臟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的透析肌大概洗起來 大概也就不會取代我們5%的功能左右 那所以我們一般病人 一般的人啊 對於腎臟不好 在早期不好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 那真的是在我比較後期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症狀 譬如說最常見的 就像我之前有講過 腎臟會排水嘛 那所以病人就會說 他怎麼比較容易水腫 當然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看了很多病人就是腎功能正常 他有一些就是不明原因的水腫 他有一些是循環不好 循環不好 因為很多老人家其實腳都會腫 對 有的是靜脈曲張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 但是腎臟水腫會很明顯 你很腫 你輕輕壓下去就像 一顆水果壓下去它就彈不回來 就像水蜜桃壓下去之後就彈不回來 對 就壞掉了 這個就是真的水腫 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們腎臟會有代謝毒素 所以你如果腎臟壞掉 毒素沒有辦法代謝 病人就會有一些食慾不振 會有噁心的狀況 每次我都會聽到說毒素 到底毒素是什麼 你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說 大概 根據研究說 被記錄下來的腎臟毒素 它有幾個定義 它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腎臟排泄的毒素 你腎臟不好的時候會增加 第二個對身體有傷害 那大概有一百多種 有這麼多種 可能更多 對 那我們 在我們的抽血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用B-1 就是所謂尿素蛋來看 尿素蛋就是一個很簡單可以測量 我們可以說 因為我們毒素 我們知道有分子有大有小 我們這個尿素蛋就是一個很好 小分子的一個毒素的代表 所以就是上次我們提到 就是這個健檢報告看的這些數字 其實它測的都是一個肺物 對 它就是 所以如果說這個肺物累積起來了 就表示說 身體有多肺物力增 可能就不太舒服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腎臟會跟造血有關 所以腎臟功能不好 會有一些貧血 所以有的病人就跟我說 他以前可以散步公園走個兩三圈 現在走個一圈他就很想休息 這可能就是一個貧血的症狀 那還有一些就是 他容易疲勞 那還有一個就是血壓高 喔 血壓高喔 對 就是腎臟不好之後 有時候病人會血壓偏高 那這個就是一些腎臟早期的 就是壞掉之後它的徵兆 真的這些症狀都不是很明顯 而且它會慢慢出現 病人就會 他就覺得習慣了 就是久了 他就覺得 你是不是就應該這樣才正常 所以說 變成是說如果出現症狀 基本上都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所以如果的 可以的話 就是要平時的要做檢查嗎 嗯 就是說 如果是慢性的話 確實比較不好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大部分出現這些 到這麼嚴重來 這些病人它本身就是 有一些危險因子 什麼叫危險因子 第一個它可能有 高血壓 它可能有糖尿病 它可能喜歡亂吃成藥的習慣 那如果我們一般人 像我 我現在將近四十歲 我想要好好照顧 你有四十喔 看起來很年輕耶 就是我想要好好照顧我 除了照顧我的外在之後 我想要照顧我的內在 我想要照顧我的腎臟 我平常應該怎麼保養它 第一個我自己覺得 如果假設一個 你如果沒有什麼疾病啊 那我們覺得多喝水這件事情 是對腎臟是不會有什麼傷害的 但我們多喝水大概 我覺得一天兩三千 就已經很足夠了 但我們是有遇過的那種 精神疾病人 病人他一天要喝十公升的水 那就會水中毒 一般大概兩公升三公升 應該是足夠 但如果像你應該說 健身有在運動 那可能就要多喝一點水 不然會脫水 那第二個 就是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注意你的小便顏色 如果顏色比較深 那大概就暗示 你身體的水稍微少一點點 所以腎臟就幫你把水流在身體裡 那你的尿液顏色比較深 那我們希望你的尿液就是 有一點淡淡的黃色 黃色 那這樣的話 當然你身體的水分就足夠 那第二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偶爾還是要兩個血壓 兩個血糖 我就會不知道你有沒有高血壓 因為這些高血壓沒有什麼症狀 那第三個呢 如果可以有不需要的藥物 我就避免長期大量使用 因為我避免常問我說 我今天頭痛吃個止痛會不會洗腎 應該不會啦 因為我很常頭痛啊 每次來吃止痛 有時候想說 該不會我過了20年我就洗腎 應該是不會啦 但是原則上我是覺得 不要長期大量使用 不要長期大量使用 應該是不會 但我偶爾會遇到一些病人 就是 我覺得我們講的 就是像公司行道 真的很愛幫他的員工 保護員工做健檢 咦 怎麼20幾歲的病 也沒有什麼疾病 懶得說雞肝酸2 那一般正常人 但是小於1億左右 所以我東問西問 他就只有承認說 他最近感冒我去外面診所 吃了止痛藥 結果來抽血就變2 那我就做一件事 請你不要吃藥 過一個禮拜再追蹤 這個通常會回來啦 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說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急性的 那急性的話 恢復的機會就很高 越年輕 恢復的機會也就越高 所以也不要大家 不要聽完之後 就忌諱吃藥啦 因為真的 有時候藥物會可以緩解你的症狀 不然你每天在那邊 譬如說你頭痛不吃藥 你就沒辦法工作 不能當YouTuber 那就很可惜啊 是 該吃藥還是要吃藥 好 那非常謝謝就是吳醫師 為我們帶來這麼多 實用的知識 腎臟保養的知識 那下一次呢 我們要介紹什麼呢 就是 現在很熱門就是 重訓運動健身 就是每次來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就很多人就會補充 比如說乳清蛋白啊 補充肌酸啊 然後甚至呢 就是會有一些 特別的營養品 那這些東西 到底會不會 傷害到腎臟呢 下次告訴你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